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威力 她看上去很普通 她喜欢看书 喜欢听音乐 还喜欢和朋友米利去公园散步 但是对于踢足球 威力实在是没什么天赋 尽管她真的努力过 威力还参加过自行车赛 哇哦 她真的参加过 有时威力会去游泳馆 但好像是被别人甩下泳池的 有时她会和米利去看电影 但是无论她在哪儿 不管她做什么 周围人都会嘲笑她 一天威力和几个男孩站在街角 这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身影 她是爱闹事的大鼻子 是个令人恐惧的大块头 男孩们都被吓跑了 大鼻子狠狠地盯着威力 然后狠狠狠地抡起拳头 威力一闪 然后顺势一顶 砰 她的头顶到了大鼻子的下巴 哦 不好意思 威力说 你没事吧 大鼻子哭着回家找妈妈去了 耶 威力是我们的大英雄 男孩们高兴地把威力顶在头上 威力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今天的故事就说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威力是不是一个勇敢的大英雄呢 好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感谢观看